来佛三圣永思集 寿池篇 序 净土法门 为末法众生主要得度法门 然以为妙难思 布置异形难信 有赖历代高僧大德出世表法 树立典范 令未信者生信 以信者坚定信愿 同德往生净土 原成菩提 河南南阳来佛寺 贤公老和尚 为当代稀有难得之静宗高僧 以九十二年之深信 窃愿 笃行 行住坐卧 一句弥陀念到底 极致恭横圆满 成就之高 不在历代祖师之下 可见净土法门之殊胜圆满 2013年元月 贤公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以一生表法证明极乐世界真实不虚 阿弥陀佛 为无量寿经坐正转 观其毕生行持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不仅为静宗学人之最佳典范 亦为一切佛门弟子 树立修行榜样 贤公圆满落实 静宗行门五科 静夜三幅 六合静 三学 六度 普贤十愿 自列数如下 一 静夜三幅 一 孝养父母 贤公还同时 即以孝行文明相礼 自小心勤劳作 以贴补家用 父亲早逝 后与兄弟相继过世 贤公皆母至四奉养 达二十七年 后为母念佛送终 每年不忘祭祀父母 祖宗 充分体现孝道精神 奉世师长 于艰辛岁月 贤公独立奉养四里五位年迈长老 直至彼等依依念佛往生 文革时期 甘冒生命危险 历尽磨难 历保传界公之灵骨 免受毁坏 一生奉行 传界公老师念佛之教解 严守不张扬己能之训事 每年祭祀时节 必祭拜师长灵塔 充分落实尊师众道之德行 孝亲尊师 为一切德行之根本 贤公真正落实 孝敬二根 为其一生成就道业 扎下坚实基础 贤心不杀 贤公一生 贤心爱物 真诚善待 一切众生 每次下田 耕种之前 必一再绕行田地 告知土中 众生回避 敲稿下地 诸虫躲避 若伤性命 即生佛地 然后念佛一会儿 方开始耕种 常施食与猫狗等物类 并借示人们 当以平等爱心对待 千万不可加以伤害 修食善业 贤公圣户 身口意 落实食善业 符合无量寿经所言 善户口业 不积他过 善户身业 不失利益 善户意也 清净无染 且免人善户三叶 曾曰 宁可昏口念佛 不可诉口骂人 又借人 不可说话口满 不可心生恶念 二 受持三规 贤公自幼 规一三宝 出家后 延迟境界 老实修行 不愧为 僧宝之一员 实时保持决性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刻骨铭心 即归一自信佛宝 即归一自信佛宝 正知正见 正念正行 即归一自信法宝 六根清净 一尘不染 即归一自信僧宝 聚足重戒 贤公持戒经言 于戒谈所学 皆认真落实 并以持戒 勉励后学 常曰 出家人一定要守戒 要注意威仪 做仁天的好样子 不守戒 没有人欢喜 无犯威仪 贤公行柱坐卧 威仪庄严 文革期间 拒绝还俗 保持僧宝形象 曾曰 学道当知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 三 发菩提心 贤公若惯 感悟轮回路险 死生势大 真为出离生死而出家 出家后 以成佛度众生为志 故屡屡是人 拜佛要拜出自信 拜出清净心 有言 只要心里清净 只有阿弥陀佛 不装别的事 不会耽误成佛 深信因果 贤公幼年时 受亲戚恶因恶果事件 启示 明白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一生奉行母亲 为人要和善宽厚 不可作恶造罪之庭讯 童年感悟心念 具大威力 故一生不敢怨人恨人 出家后 专修念佛法门 更深信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之真理 读读诵大成 贤公虽不是字 然贤惜大成要义 佛性真如之礼 了然于胸 触问极答 妙语连珠 公案典故随手拈来 无不鞭辟入礼 发人深信 事虽未读外在之大成经典 实则时刻读诵 内心本具之大成经典 与六祖慧能大师同行 选进行者 贤公常免人老实念佛 常曰 班柴运水 无非是道 粗茶淡饭 皆是修行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有言 好好念佛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二 六合静 一 剑和铜解 贤公具足 佛法之正知正见 故于海末等三师 于铜百山塔院寺 结卢共修时 相得甚欢 贤公秉承静宗正见 曾云 咱这里是专修念佛 故搞金颤佛事 宁可没有庙 不能没有道 宁可没有人 不能没有法 无论住址任何道场 皆与大众剑和铜解 和和无剑 二 戒和铜修 贤公善于以戒 勉励大众 坐到阳善于宫廷 归过于私室 曾善巧小玉众居时 俺这是小庙 吃的是苦的 穿的是补的 你们来这儿 要能受苦 能受苦 才能疗苦 你不来 我不怪 来了就要守我戒 走到哪里 要守哪里规矩 三 身和同住 贤公为人 忠厚善良 一生与人无争 于事无求 待人一团和气 大众皆乐于与他亲近 与海默法师等当代三位大德节奴时 虽所修法门不同 却能和合合共住 精尽互勉 此为默法最重要之示范 盖当今和合僧团 十步多见也 四 口和无争 贤公 贤公与夜清静 未曾听说他与人争吵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 常言 跟人不要争高论低 就没烦恼 人者自安 五 一和同月 贤公性情温和 从未有人见他发脾气 从未令大众起一丝烦恼 故无论行至何处 接受人欢迎 常对弟子言 在我眼里一切都好 没有啥不好的 见啥都说好 见啥都高兴 心里才能经常充满发喜 心里才能清静 才无烦恼 才不生气恨人 没有这好那坏之分 也没有这好吃那不好吃的了 一切都随缘 心里就安心踏实了 六 利和同君 贤公一生尽己所有已供养大众 有人来寺居住 即提供四里物资 尽量满足对方需求 三 三学 一 戒学 贤公延迟境界 律己秋气 待人春风 出家九十余载 持戒善始善终 二 定学 贤公坚持定刻不断 每日清晨三十 集起身 拜佛 绕佛 念佛 常言 心专无难事 欲经云 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如出一辙 念佛功夫 达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故能工作不爱念佛 念佛不爱工作 三 会学 贤公道横高深 智慧如海 正如其言 我啥都知道 然又 陈后 不言 自身境界 但有许多事件 可正其 却具 未卜 先知之能力 与 无所 不知之 智慧 四 六度 一 故事 贤公一生 为重 心情 工作 直至 往生 当天 仍整天 工作于 菜园 是为 内财 布施 一切 物品 包括 所有 农产品 皆 欢喜 施与 需求者 是为 外财 布施 贤公 身形 言教 念人 看破 放下 老实 念佛 是为 法布施 贤公 无比 慈悲 照顾病人 救济 灾民 乃至 对 窃贼 一家 宽慰 令其 免于 布韦 视为 无畏 布施 二 持戒 贤公 贤公 一生 持戒 惊 惊 微 宜 俱足 落实 涉 律 一戒 一生 乐 善 好 施 勤 修 善 行 落 时 涉 善 法 戒 一生 全心 全意 利益 众生 一切 为众生 着想 落 时 饶 意 众 生 戒 贤公 忍辱 功夫 了得 一生 未见其 发过脾气 遭 诬陷 时 安忍 不便 诬陷 澄清 后 对 造谣 者 毫无 指责 埋怨 遭到 无理之 打骂 时 默然 承受 安忍 不动 心 诚如 所言 他打了 算是 给我 抓 哑 拓 沫 吐到 脸上 当是 洗脸了 跟人 不争 高 论低 就 没 烦恼 忍者 自安 是为 耐怨 害 人 一生 人苦 耐劳 艰辛 清 修 吃的是 苦 穿的是 补 的 日间 劳动 累得 头晕 眼花 夜间 仍整夜 念佛 拜佛 视为 安 受 苦 忍 料之 诸 尝 如 幻 信 解 佛 信 真实 心 无 妄动 安然 忍可 诚如 所言 老师 老师 念佛 成佛 是大事 其他 啥都是 假的 是为 递 察 法 忍 四 精进 贤 贤功 发菩提心 不畏 艰难 精进 不习 不许念佛时 即于内心默默念 不许拜佛时 即于夜间悄悄拜 无论闲忙 佛号不断 视为 披甲 精进 一生 勤修 善法 与 道 相符 弃而不舍 须 于 不离 视为 涉 善 精进 非但 净化 自心 且 普利 众生 度生 不倦 视为 利要 精进 五 禅定 贤功 念佛 功身 早达 三昧 之境 曾言 不要 以为 念一句 两句 就行了 不念到 一心 不乱 不算 念佛 心中 心中 恒常 念佛 无有 间断 乃至 开显 智慧 神通 以 尘 厚 不言 念佛 三昧 唯 无上 深妙 禅 一名 宝王 三昧 六 般若 贤功 一句 佛号 念至 明心 见性 身物 众生 本具之 理体 实相 般若 不能说出 拜佛 要 拜出 自信 拜出 清净心 呐 贤功 时时 念佛 即 时时 观照 实相 顾言 成佛 是大事 其他 啥都是假的 是为 观照 般若 贤功 善巧 分别 世间 诸法 什么都知道 而又 沉厚 不言 唯于 必要 之时 方略贤 所知 以 立即 众生 是为 方便 般若 五 普贤 实愿 一 礼 敬 诸佛 贤功 恭敬 一切 众生 对母 成孝 对师 恭敬 并将此 真诚 恭敬 扩展至 对待 一切 人 事 物 从而 体现 礼 敬 诸佛 之 行持 贤功 从不在 拜殿上 拜佛 总在 地面上 拜 对佛 恭敬 至极处 是为 礼尽 过去佛 现在佛 见有 猫 狗 等物类 总是 分食 与比 并 主人 不可 伤害 言 这 都是 众生 跟 咱们人 一个样子 都有 灵性了 视为 礼尽 未来佛 二 称赞 如来 贤功 极力 赞叹 讲经 法师之 功德 又 每提及 节卢 共修 往事时 无不 极力 赞叹 其他 三位 法师 修持 功夫 贤功 此生 最后 即表 僧赞 僧之法 2013年 元月 十三日 当 居士们 携 若要 佛法 心 唯有 僧赞 僧 一书 前来 看望 时 贤功 如见 盼望 已久之 宝 无量 欢喜 立即 穿袍 搭 衣 实书 主动 要求 照相 表达 内心 期盼 佛门 团结 之 愿望 表 此法 三日 后 即 安详 自在 往生 一生 表法 功德 圆满 三 广 修 供养 贤功 一生 力行 广 修 供养 内财 供养 体现 于其 一天到晚 都不闲着 还什么活都干 外财 供养 体现 于其 以粮食 供养 僧众 及救济 百姓 灾民 居士们 供养 之钱财 全数 流于 所在之 道场 作为 放生 或 印经 之资 法 供养 体现 于其 身形 言教 劝化 大众 念佛 一生 奉行 传 介 师 教介 一句 佛号 不拐弯 视为 如说 修行 供养 实时 以具体 行动 利益 众生 念佛 度化 无形 众生 视为 利益 众生 供养 亲切 和蔼 慈悲 令众生 乐于 亲近 受化 视为 涉受 众生 供养 承受 阿弥陀佛 嘱咐 为众生 常年 注释 表法 视为 待 众生 苦 供养 每日 精勤 念佛 拜佛 拜佛 绕佛 对世间 一切 看破 放下 对定土 法门 信心 坚定 视为 勤修 善根 供养 一切 实 修行 六度 难行 能行 难忍 能忍 不疲 不厌 视为 不舍 菩萨 化业 供养 实时 不忍 众生 苦 不忍 圣教 衰 实时 念佛 不间断 念佛 念到 一定 时候 不管 啥时候 都在 念佛 别看 我在 干活 我还 在 心里 实时 念着 佛 是为 不离 菩提 心 供养 四 忏悔 业障 贤功 每日 礼佛 忏悔 乃至 文革 时期 已未曾 见断 数十年 礼佛 不用拜殿 真诚 至 急处 一生 无论 闲忙 佛号 从不 离口 做到 所谓 手口 设意 身无犯 是为 心地 无非 自性戒 诚如 忏悔记 所言 最从 心起 将心 忏 心若 灭食 罪 亦 亡 心 亡 罪 灭 两 聚 空 事 则 名为 真 忏悔 五 随喜 功德 贤功随喜 讲经 法师之 弘法 功德 随喜 杰如 共修 法师之 修行 功德 一生 隐恶 扬善 随喜 一切 众生 之 功德 将随喜 功德之 行 做到 妙处 六 晴转 法轮 贤功 一生 重新 祖庭 修复 道场 令众 德 亲近 佛法 招募 熏修 即是 晴转 法轮 之行 赞叹 讲经 法师 令众 对之 生 信 要 文 亦是 晴转 法轮 为众 方便 开示 令德 正信 正见 正行 是请 自身 转 法轮 心 不离 佛 明心 见性 则是 请自信 佛 常 转 法轮 七 请 佛 注释 贤功 一生 修建 十一所 道场 其中 不乏 千年 古叉 令 佛法 得以 常 注 世间 是为 请 佛 注释 之行 佛 不离心 彻 恶 自信 为众 视线 修持 典范 则是 请 自信 佛 注释 八 常 随 佛 学 贤功 出生 学 佛 世 家 母事 常 斋 如 素 贤功 自幼 熏习 佛法 善根 深厚 一生 深口 一叶 无不 契合 佛法 活出 佛法 之精神 慈悲 为怀 智慧 方便 为门 是为 常随 佛学 之行 九 横 顺 众生 贤功 处处 横 顺 众生 见啥 都说好 见啥 都高兴 无论男女 老幼 僧家 俗家 亲近贤功 无有不生 欢喜 心者 信众 要求 照相时 贤功 主动 配合 满足 其 一切 要求 百岁 之躯 折腾 辛劳 亦在所 不辞 慈悲 至极 十 普 皆 回向 贤功 所修 一切 功德 皆 回向 求生 极乐 世界 一生 圆满 成佛 视为 回向 菩提 贤功 所修 一切 功德 皆 回向 一切 众生 破 米 开 悟 离苦 得乐 视为 回向 众生 贤功 所修 一切 功德 皆 了之 虚幻 无有一法 可得 视为 回向 实际 无量 寿 经 云 长 席 相应 无边 诸行 成熟 菩萨 无边 善根 燕 云云 说得 仗 不如 行 一寸 贤功 一生 真修 实证 圆满 实践 无量 受精之教诲 落实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佛 二十字 其成就之关键 在于 专精 虽不是字 一句 拿摩 阿弥陀佛 亦能念智 明心 见性 推为 静宗 第十四代 祖师 可谓 实至 明归 明辅 其实 我被 静宗 后学 贤因 学习 贤功 榜样 老实 听话 真干 真诚 清静 恭敬 则皆能 成就 敬业 圆满 无上 菩提 唐朝禅宗 出以 不识字之祖师 六祖 慧能 大师 现代 净土宗 出以 不识字之祖师 海贤 老和尚 则明显 净土 法门之 三根 谱背 博大 今生也 印制 法师 与 因缘 生 居士 竭力 搜罗 贤功 老和尚 世姬 祥边 成策 以 广力 众生 功德 无量 主续 于 援引 贤功 圆满 净土 行之 势力 以赞之 仅与 敬宗 同修 共勉 焉 公元 二零一四年 遂赐 甲午 中秋 世境空 谨续于 澳洲 图文八 海 慧 圣 贤 来佛 古寺 位于 河南省 社崎县 饶梁镇 西南 相传 在隋唐 年间 有 阳策镇 梁商 王居士 驾牛车 去 圆潭镇 饭梁 图与 三位老人 搭车 同行 行至深夜 便在路边 停车 休息 待次日 黎明 却见 三老 已化为 三尊 十佛 众信 是因而 便在此处 兴建 道场 许名曰 来佛寺 及佛陀 化身 来此之意 树精 沧桑 变迁 几度 江山 易主 当年 殿雨 宣昂 如今 尽还 太虚 然而 虽是 空门 凌落 兴喜 正法 有存 古语 有云 山 不再 高 有 仙 则 民 水 不再 深 有 龙 则 岭 就在 这座 毫不起眼的 乡野 荒庵中 却成就了 震惊 还宇的 两位 神僧 肉身 菩萨 上海 夏庆 法师 和 一百 一十二岁 自在 往生的 上海 夏贤 老和尚 父 肉身 菩萨 庆功 略传 师俗信礼 惠富贵 祖居 玉东南 密阳县 生于 晚清 宣统 元年 因 出身 寒威 未曾 习书 学文 然 天性 仁厚 生来 闲 孝之 礼 十一岁 归 三宝 离晚东 罗汉山 清凉寺 传东 法师 乃位 替度 赐名 海庆 十四十二岁 入 来佛 古寺 常住 专修 净土 老实 念佛 1989年 进往 白马寺 增寿 巨族界 1991年 大月 十一日 师 谭孝 世级 自在 生息 世寿 八十二岁 僧大 七十一年 师 坐纲 六年 九个月后 其师兄 上海 下贤 老和尚 发心 为之 涂皮 入塔 受纲 开启 重 接 惊叹 违剑 庆功 夫作 微然 面貌 如生 乃至 所着 衣物 亦 先毫 无损 四种 知识 金刚 法体 全身 舍利 遂将其 供奉 寺内 招募礼拜 2005年 广州 广州 大德 李源天 居士 新闻 庆功 圣机 备生 敬仰 乃 发心 为其 贴金 供养 出月 庆功 生平 四绝 平淡 至极 除却 一生 阿弥陀佛 圣号 竟无 他物 可言 然 细家 晚味 一门 深入 常识 熏修 岂非 时 暗和 道妙 处 心下 会晤 使信 大道 至简 生佛 不二 念佛 是因 成佛 是果 如是 而已 自有 敬业 学人 为师 赞 曰 一句 弥陀 法 忠 王 七十年来 心 中 藏 不 参 禅 礼 不 言 教 不 解 荆 咒 又 何 方 信 生 怨 切 执 念 去 自然 花 开 极 乐 邦 留 此 金 刚 不 坏 体 正 转 法轮 度 迷茫 戏官 佛手 低垂 处 恰似 六祖 驾 慈航 金钱 祈祷 连 台 下 求师 引我 出 梦 乡 西元 2013年 元月 23日 鼓励 仁臣年 腊月 12日 上午 在来佛寺 这座 极不起眼的 乡野 小庙前 散盖 林立 床 翻 排空 南洋 及全国 各地的 三千多名 静宗 学人 不约 而聚 皆是怀着 无比恭敬之心 前来参加上海 下贤老和尚的 入塔法会 112岁的上海 下贤老和尚 于西元 2013年 元月 17日 鼓励 仁臣年 那月 初六 凌晨 无诛 苦 痛 安详 世纪 其潇洒 自在 令无数 见闻者 皆探陷 不已 海贤老和尚的 弟子 印智 印寒 印空 印荣 印宝 等法师 带领文训 赶来的 四众弟子 为老和尚 受灵 七日 念佛 不断 老和尚 元吉后的 第三天 有赶到的弟子 揭开往生背 瞻仰老和尚的 仪容 惊奇的发现 老人家 面带 微笑 嘴唇泛红 眉毛 胡子 和头发 竟然 油白 变黑了 在场的数十位 静宗学人 又一次 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 弥陀 愿力的 不可思议 依照 传统的 佛家 葬礼 在四众弟子 庄严的 佛号 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 法体 呼作于 寿缸之内 藏于 来佛寺 塔院 当代 静宗导师 德高望重的 上静下空 老法师 得知 海贤老和尚 自在 往生的 消息后 大为赞叹 号召 静宗四众弟子 向海贤老和尚 学习 并为老和尚 亲疏 晚联 和悲悯 悲悯 悲悯 曰 贤公和尚 佛门榜样 不是金颤 远离利养 延迟戒律 四众亲养 老师念佛 道在平常 净土大经 诸佛密藏 一句弥陀 甚深妙禅 百一十二 老当义壮 唯僧赞僧 法门兴旺 红朴贤愿 表法离账 序佛会命 功德无量 自在往生 道价慈行 晚联约 四十八院 一步大经 一句佛号 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 专宏正法 专户正法 重返缩婆 海贤 海贤老和尚 往生的二十天前 就告诉寺内 几位弟子说 我过不去 这个年了 大家都不以为然 因为眼见师父 身体极其康健 并无半点异常 哪能说走就走呢 几日后 老和尚到 铜百县平市镇的 孤丰寺 看望他 共修多年的老朋友 铁角僧 上演下墙法师 路上 老和尚拉着 陪他同去的老护法 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我很快要走了 老佛爷喊我去了 春生老居士 不愿听到师父 说这样的话 便拦住了话头 不许老和尚 继续讲下去 离开孤丰寺之后 老和尚又到他 出家剃度时的寺院 和曾经常住 修行过的寺院 各自看了一番 对弟子们都说 以后我不再来了 众弟子皆是 看到师父身体上好 何必临时抱佛脚 身无俗念 自然极乐在心头 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 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实质 再向大家告别 老和尚注视之时 曾有大德提醒 早为其整理生平传记 只因师父一直康健 我被总以为来自方常 以至今日追悔莫及 在印制法师和印函法师的带领下 我被不孝弟子树人 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用心寻访 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 简搓其要 以力学人 贤公俗性文 明川贤 自清选 祖居玉南唐河县 少拜寺镇 生于晚清光绪 26年8月19日 父母及祖父母 皆为虔诚的佛弟子 耕读传家 乐善好施 被乡中赞为大善人 贤公身逢乱世 未得身严施礼 自幼至随母亲如素念佛 使天生淳朴 素根深厚 还同时便以孝行文明与乡礼 圣贤多逢坎坷 英雄必受磨难 此事古今皆然 贤公十二岁时 父亲在湖北隋州讨饭途中 遇到土匪纵火 烧毁民居 便挑水前去救火 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 数日后 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 紧抱一棵大树站着 一群恶狗坐在地上 团团将它围住 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 想争吃死人 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 却不料这些恶狗 被打得眼泪直流 却死死不肯散开 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寿施啊 寿犹如此 人何以堪 见者无不畏之痛哭泪流 俗语云 名为太平犬 不作乱世人 贤公宴行五人 此母与苦难中 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 其中之苦楚 自使不忍称说了 十八岁时 贤公腿生雍疮 大幅溃烂 母亲为之四处放求民衣 全然回天伐术 使身之因果探约 妙药难医 冤业病 遂舍弃医药 从朝至暮 一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甚好 数月后 顽疾不要而愈 诗由此越发坚信 佛语至成 却无狂语 菩萨所言 度一切苦恶 果不欺人 历此生死大解 也令贤公 深刻领悟到 轮回路险 此生世大 遂生起出礼之心 民国九年 十二十岁 决意拜别慈母 投在铜柏山 太白顶 云台寺 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老和尚亲自为之替赌 赐法名 曰海贤 自姓成 贤公 于二十三岁时 赴湖北 荣宝寺 受巨族戒 传戒公 本是林济宗 白云系的一代大德 然而 却不曾教授贤公 参禅打坐 也没有教授 讲经说法 为传六字鸿鸣 主旗一直念去 民国二十五年 贤公三十六岁 离别多年的大哥 找到了他 不久 隐突发脑溢血 死在了贤公的怀里 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 贤公只能将大哥 草草安葬在了铜柏山 贤公往生的前一天 还和一位居士说起 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 求超度 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 其兄弟情深 同胞异堵 不觉令人望空长热 贤公的二哥和弟弟相继去世后 老母亲年事已高 无人奉养 贤公就把母亲接到山上照顾 一九五六年中秋 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 要回老家居住 贤公苦苦相劝 中南挽留 只好陪同母亲返乡 在生产队菜地的三间茅屋里 暂且住下了 第二年初秋的一天晚上 老母亲自己包了些饺子吃过 说晚上要睡在对着门的外间屋 贤公不解 说外屋文字太多 老母亲说 那我也总不能死在里屋吧 第二天中午 八十六岁的老母亲自在而逝 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 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 将母亲简单埋葬了 这让贤公常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 八年后 贤公发心为母亲千坟树碑 起料掘开墓穴 竟然空无遗物 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敬业正音 连池大师曰 父母离尘垢 子道方成就 至于贤公之母 是否乃菩萨印化 如达摩挂吕般游戏神通 我被凡夫自是不敢忘断 然而贤公对此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 却足以令我被五体投地 使后人万古养瞻了 贤公曾先后在铜柏山的桃花洞 云台寺 塔院寺常驻 开墾过十四片荒山 驻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 曾与宗门高僧海墨法师 自大黑 海员法师 自姓空 体光法师 法名印玄 一起在塔院寺 节庐共修 约在民国二十九至三十一年之间 海墨法师出身书香门第 曾是黄浦的学员 喜言经教 擅长演说 1968年 阴历九月二十三日 海墨法师闭关念佛求生极乐 最终欲知实质 夫作而及 海员法师才智超群 一生持送冷眼睛 禅静双修 曾在北京灵光寺 守护佛牙设立塔二十一年 吉卯年大月二十六日 2000年二月一日 96岁高龄的海员法师 安详士吉 涂皮后 时得五彩设立近两千颗 体光法师根性非凡 曾亲近过虚云老和尚 元英法师 莱果禅师等大德高僧 深得虚云老和尚加许 甲申年大月十五日 2005年元月二十四日 体光法师端坐入面 被公认为 是得虚云老和尚心印者 古德曰 心智虚实 能受益 是非经过不知难 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 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 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 令人不知不觉 便从心底由衷地生起亲近之意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 逼迫僧人还俗 万法因缘而生 还因缘而灭 众生共业所感 历史潮流使然 纵是菩萨应试 也只有图幻奈何 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 做了生产队长 当时不许念佛 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 不许拜佛 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 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 他就吃锅边菜 更难能可贵的是 贤公一直为大众视线着僧宝的形象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 待人一团和气 大家都愿意亲近他 亲切地称呼他 文摘公 多年之后 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 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 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 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 学道当之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 文革期间 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公的舍利塔 然而却没有见到领骨 感到十分诧异 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 找到了传戒公的领骨 心中暗暗赞叹 老和尚果真不凡 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 于是将传戒公领骨妥善保存 直至文革结束后 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 将师父的领骨 重新建塔安葬 1976年 文革宣告结束 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 相约到塔院寺 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政法 恢复道场 因宝经战乱 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 贤公深恶 偶艺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 所讲的 只图脚底着实 何必门庭好看 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 和西乡房的罗汉殿三间 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民宿 1991年 海庆法师世纪 成就金刚不坏之躯 2005年 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 为了给庆公装饰金身 而远赴广州 与西藏十一世班禅 尔德尼不齐而遇 这位年轻的法王子 将贤公奉若活佛 致诚邀请贤公共进午餐 并合影留念 有位书法家 见贤公年过百岁 依然身体康健 头脑清醒 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 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意于持戒经研 老实念佛 这位书法家志诚顶礼 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 当即挥毁毁 引了一首阳万里的用菊诗 暂贤公元 物性从来各一家 谁贪寒寿 燕年华 菊花自责 风霜国 不是春光外菊花 贤公曾在莱佛寺山门口 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 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 2010年秋 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带花开的可爱场面 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 至今看起 游四昨日 令人倍感温馨 印光大师教人老实念佛说 念佛方能消素叶 结成自可转凡心 不用三起修福慧 但凭六字出乾坤 花乃无情草木 尚且不肯失信于人 何况圣贤佛菩萨呢 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 释迦世尊犯因清净 岂有狂语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绝无空愿 贤公常教界弟子们说 要做好和尚 先做好婆娘 2012年3月 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 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 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 老人家试穿一下 感觉有点长 当即自己非真走线 撩起了旁边 这个精彩的画面 被前来寺院里 佛的一位军士抓拍了下来 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尽头 看到此处 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 还作何感想呢 佛门又连语曰 我能夺食一斤 寸斤一化 吃了饭去 不学弥勒大度 滴水难消 能如贤工者 千年试问几人比 2012年中秋节前夕 南洋有几位居士 到莱佛寺看望贤工 贤工忽然童心大发 应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 给大家摘柿子吃 大伙见此场面 无不叹为观止 一位留心的居士 拿出摄像机 为大家录下了这段 精彩至极的视频资料 岂有此理 说也不信 真正绝妙 道者方知 唐代禅门高僧 赵州和尚 引八十行脚 而被传为千古美坛 可是要和咱们这位 只会撑面一句迷陀圣号的 荒安老僧相比 恐怕连赵州蝉食自己 也该自叹俘虏了 六字鸿鸣之 为妙难思 与此处亦可见一斑 2012年中秋节后 南洋居士 离请贤公 到南洋的念佛堂小住 几位居士 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当居士们问起 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 老人家覆之一笑 绝口不提 曾文正宫连语曰 神所平一 将在得已 顶之轻重 未可问言 佛门历来的规矩 宗门忌讳说境界 教下不许谈功夫 当年原音法师 也曾有家言 警醒佛弟子说 道不远人 切记任以弥陀 向外寻觅 心原是佛 但向回光返照 直下承当 由此可见 贤公至此 已非弥陀门外客了 古德有家言曰 有权者不说权 有权者不说权 老将军不谈兵 老和尚不谈禅 贤公不漏智慧 是位大智慧 不显神通 堪称大神通 可怜我被凡夫 夜中葬身 有眼不适如舍纳 对面不见阿弥陀 印荣法师 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 贤公老和尚的 不思议事 2008年夏天 有农民 在莱佛寺山门前 把收割机 打碎的麦阶点燃了 请客间 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 呛的人喘不过气来 印荣法师跑出寺院 告诉正在干活的贤公老和尚 说院子里烟气太大 都呛得送不成精了 老和尚听后 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 废旧的塑料袋 往南方甩了几下 嘴里念叨着 往那边去 说也奇怪 在看这浓烟 真的都回头 往南边飘过去了 还有一次 贤公命印荣法师 在院中的菜地里 挖出排水沟 当时天气连续 好几天的高温 种的菜都汗粘了 在寺院门前 晒麦子的村民们 还说 电视上预报 近几天都没有雨 印荣法师感到非常纳闷 心想 菜都快要汗死了 老和尚为什么 还让挖排水沟呢 但是为了不惹老和尚生气 就拿着铁锹挖起了排水沟 旁边看到的人们 都笑印荣法师太傻 听老和尚说胡话 谁料第二天上午就下起了飘泼大雨 一连下了好几个小时 由于事先有防范 所以菜地和寺院里都没有积着水 中不敲不明 古不打不响 菩萨不显神通 凡夫不知敬仰 在此道出印荣法师所成二世 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 望十方仁者珍惜善用 真知初始见 庙里贵宫行 贤宫虽然不是文字 然而说起话来 却常常妙语连珠 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 惊喜莫名 2012年中秋的一天 贤宫正在披柴 几位外地来的居士 到寺院念佛 大家跪地顶礼后 求老人家慈悲开示 贤宫一边披柴 一边说 没啥可开示的 好好念佛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贺彩 老人家加重语气 又强调了一遍 真没有难事啊 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 大家回答之后 老人家笑着说 俺这是小庙 湿的是苦的 穿的是补的 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 能受苦才能了苦 你不来 我不怪 来了就要守我戒 走到哪里 要守哪里规矩 先辈寻常语 人间未见书 众居士不约而同 其念弥陀圣号 深感震撼 在《论语学儿》片中 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 有温、良、功、俭、让、五种美德 而弟子们 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 细观贤功一生的形意 发现此五种美德 在贤功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 贤功性情温和 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 真可谓凡事复之一笑 愚人无所不容 所以 无论男女老幼 僧家俗家 亲近贤功 未有不生欢喜心者 故贤曰 灭却心头火 踢起佛前灯 我被当知 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 贤功一生 贤功一生 慈心爱恶 真诚善待一切众生 随缘随分 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 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 您可婚口念佛 不可诉口骂人 周安氏先生诗曰 人列五常首 此居万得仙 黄灾三教论 一口若同宣 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贤功一生为人恭敬 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 也从不曾有人见他毁谤 轻视过任何人 阿弥陀佛 一经云 敬慎不拜也 印祖将成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 我被当深信不已 贤功一生之勤俭 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 贤功常说 择菜不丢清 圣似念黄经 实在之日 我被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 此时戏家玩味 忽然一起世家世尊的临终一叫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想到了百丈禅师 一日不做 一日不实的法语 由此明白了老子 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 一曰辞 二曰简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古贤又连语曰 是问世间人 有几个知道 饭是弥主 请看坐上佛 亦不过认识 甜字新来 简直一字 岂敢轻看 咸宫的老朋友 铁角僧上演下墙 法师如是说 咸宫绝对是佛菩萨 到世间来硬化的 人家这一辈子 我没有听说过 他和哪个人 为争啥东西 起过争吵 世尊曾有一言 道破好大天机 一切法无我 得逞于人 2008年秋 贤公在把来佛寺 托付于印制法师之时 便再三叮嘱说 不怕没妙 就怕没道 不隆不瞎 不配当家 古德曰 养成大拙方为巧 学道真与语 史之贤 用在贤公身上 正恰如其分 上镜下空老法师 赞其为海会圣贤 的确名副其实 欧义大师 诸解论语时说 不闻道者如何死得 若知死不可免 如何不急求闻道 佛祖在经典中 也经常感叹 人身难得 活法难闻 佛祖 形容人身难得 有一个盲龟浮木的比喻 海底一只瞎眼的大乌龟 每一百年才游出水面来透口气 恰好海面上正漂浮着一块木板 木板中间正好有一个圆孔 盲龟恰巧把伸出的脑袋插进了浮木的圆孔里 人身难得 便犹如盲龟浮木孔 佛典中还有个虚弥穿针的比喻 佛说在虚弥山的山顶垂下一根线 在山脚下手拿一根绣花针 那根线不偏不斜 正穿过针眼 人身难得 难由如此 佛典中还有个大地土与找上泥的比喻 佛祖抓起一把土撒向大地 说道 诗人身如大地土 然后又从指甲缝中抠出一点点泥土说 诗人身如找上泥 佛祖还告诉我们 若不往昔修福慧 与此正法不能闻 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 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 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 纵然听闻正法 也不能生起信心 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 能念佛的人 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 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 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古德有纪约 人身难得金以德 佛法难闻金以文 此身不像金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身 红老夫子说 早上听闻圣贤之道 晚上死了都值得 这不是夸张 不是形容啊 因为尘世无常 肉身一允 只有在道中 才可求得真实永恒的生命 红衣大师曾有祭曰 阿弥陀佛 无上依往 舍此不求 是为痴狂 贤公的弟子们 亲建了老人家 往生的殊胜庄严 对净土的信心 一加坚定 千佛寺住持印函法师 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 也都表示 到场以后 世世代代 都要专修专宏念佛法门 绝不辜负恩师的 尊尊教诲和殷切期望 印制法师代表诸位同门 攻读了记文 为西元2013年元月23日 鼓励仁臣年大月12日 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 今身入纲法会 不孝弟子众等 端身正义 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 上达恩师记诸佛菩萨约 圣灾贤功 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 法门相隆 少怀壮志 少隆佛种 拜别此亲 出家为僧 延时境界 勤修泛横 九十余载 善始善终 绿己秋气 待人春风 以身垂散 土力群盟 春风话语 润物无声 桃里不严 下自西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来佛古寺 因诗而明 诗经归去 福慧元通 花开见佛 彻悟无声 无孝弟子 拜瞻圣荣 启师再来 莫舍顽明 金丽誓愿 我佛正蒙 于诗教诫 信寿奉行 同心同愿 众志成成 六合道场 白忍加封 广眼正法 利要有情 古德教导我们 不可毁谤 众望所归者 因为人心所向 天命可知 贤公往生前三天 曾手捧一本书 让一位军士 给刘颖 那是集结当代 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 赞叹净土法门 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 书名就叫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 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 老法师能注视红法 是众生的大福报 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 共同光大佛法 往立众生 再三警戒学人 一定要善护口业 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 说话口满了可不好啊 僧宝不思议 身披三世云衣 无碑过海 刹那时 富感应群姬 看作人天功德主 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起手愿瑶之 正习账提息 阿弥陀佛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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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